歡迎收看台灣人會客室 台灣人來開港節目 今天非常高興 今天節目就要講到轉型正義的嚴肅話題 雖然說題目是嚴肅的 但是我們今天特別邀請四位貴賓 來談到這個議題當中裡面 包括年輕世代 包括現在剛剛228剛過 所以大家講的轉型正義在談什麼 難道只是把這個所謂的先總統講公 或者是這個蔣介石 能夠操頭啊 感覺同向推翻而已嗎 那這當中有沒有代表說 它的背後的意涵 還是每年228 大家在紀念之後就忘了 到底228到底在紀念什麼 仇恨什麼 是雙方有沒有化解到 本省人跟我們的外省人之間的情節在 所以今天我們透過這節目當中 來邀請四位貴賓 來提供他們最多 他們每天思考到的 談論前途問題 我們非常榮幸邀請 來第一位我們的 柯紹貞柯律師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柯紹貞律師 好我們第二位邀請的是 我們的謝英吉律師也是理事長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謝英吉謝律師 好來我們的兩位的帥哥美女 漢苗千的格瑞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那另外我們的美女 我們的逸琳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逸琳 好非常感謝各位逸琳到我們的現場 今天的這個題目當中的轉型正義 大家可能在前一陣子228的 包括柯文哲柯P 在台北市致此的時候 覺得說仇恨也好 或者是說過去大家記得說 七七事變之後什麼南京大屠殺 什麼這種事件 大家不可以忘記 但是政府好像對這個 所謂的轉型正義裡面 談到一個邏輯就是有沒有和解 這個和解一直沒有辦法製造說 雙方仇恨的一個方向 那所謂的轉型正義是什麼 問一下這個柯紹貞柯律師 在裡面專業律師的看法 台灣現在有真的轉型正義嗎 這部分其實是大哉問 這個問題其實在整個世界來講 都是有相同的問題存在 那台中這幾年的公民運動 以及這個公民意識的抬頭 反而凸顯了很多很多的問題 尤其是這幾年 那就像剛剛228剛過 那好像看起來 我們訂了一個和平紀念日 那也訂了一個 所謂的什麼228的這個補償的條例 但是實際上好像 像明星或者是那些受罹難者的家屬 似乎那個怨氣是還沒有辦法米平 那甚至於這幾年也 像這些公投盟啦 或是其他的一些學生 做一些塗鴉 甚至是反政府的這種行為 在我們看來啦 在我們看來 其實我覺得這個正義是還沒有被平反的 難道他只是說一個蔣公的同向 或蔣介石同向被推翻推倒 沒有看到這個圖騰 就代表轉型正義的一個完整嗎 也不是嘛 也不是這樣子 我是覺得還有很多的很多的配套 因為我們不能夠說 好像只是定了一個形式上的法律 或做了一個行政上的假日的一個措施 其實還有一些行政立法司法的問題 都必須要去做一個橫評的考量 是不是政府 像這幾年喔 就為了幫這些公民社運分子 在幫他們做一些法律上的訴訟 像這幾天我就覺得我這個月的電話 其實是被監控 是是是 被監控嗎 是 這也是一種事實上 對這真的是很難很遺憾的地方 因為去年 去年因為湯德彰紀念公園的這個 這個銅像被被被被毀倒之後 那 於是今年228這個我想啦 政府或者是不管是行政或司法 他們已經開始有一些預想說 今年可能會有什麼樣的行動 那就開始做一些網路上 對 或者是一些監控的措施 我覺得這樣子如何讓這個正義能夠實現呢 這反而讓這個永遠的這種不公不義 或者是這種冤屈會一直延續下去 本來要擬平一個傷痕 結果這個傷痕不是為擬平之前 反而又製造另類的恐怖 我聽起來我覺得柯律師要講 我們今天到這裡 你告訴我們當中的拜託 不要啦 是要監控我們 你們的敵人不是我們 我要看一下湯年輕的我們葛瑞 這個演導廠長 在你們年輕人你們的認知 你們的定義 轉型正義是什麼 其實 我可以想啦 為什麼要轉型 是 因為過去 台灣就是在所謂中華民國 過去的那樣一個維權體制底下 過渡到我們現在所謂 我們現在享有的可能 投票權總統 對 這樣的一個民主國家 是 那這個過程當中 他過去 中華民國政府也好 國民政府也好 他過去在這段 威權體制的這個時間裡面 對於台灣 土地上這些人民 他用了什麼樣不當的手段去侵害 去破壞他們的人權 去侵占他們的財產 還是用不當的手段去接收了多少 不應該是他們所有的財產 那還有我們更知道所謂黨庫通國庫 是 這些等等的東西 問題是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國民黨去正視過這樣的一個問題 就是他就是不願意面對啦 你們年輕人這次 我冒免一下 你們這個世代的年輕人 對國民黨 是這樣的一個黨產 不義的黨產也好 或者是說 您剛剛提到那個總統諮詢 1996年 你們那時候應該還是小時候 才有出現總統諮詢 還是小時候 對啊 所以說你們現在目前是 這個世代在看到這樣的情形 你會覺得說 過去的那些前輩們 在做這個 這個總統諮詢也好 或者是討黨產 這個就不能講 你們現在目前的資訊 除了透過網路 還是做一些田野調查 還是怎麼樣 其實 你說像我們現在 這個世代的優勢大概就是 我們可以透過一個 新的工具 透過網路 我們可以大量的去獲取到很多資訊 這個資訊可能是 七八十年 或者是再更早 以前的這些新聞也好 或者說過去的一些媒體 所曝光出來的消息 是 那再透過一些可能 政府慢慢公開的一些檔案 那再透過更多朋友的一些討論文章 等等我們可以去不斷的去 去 行訴出跟過去在 黨國教育底下的那個 思想的那個邏輯 不太一樣的一個想法 所以你們這樣有 系統化的一個 記不起來 說系統化可能也不完完全全 大家每個人都具有自己 一套系統論述 但是至少起碼 在我們 我啦 就我本身而言 其實 你面對到過去 你可以想像中 過去那段時間 我們的前輩也好 還是說 其實他就只是在台灣的 我們的祖先 他莫名其妙去 去受到 這些迫害 中國國民黨的迫害 是是 但他可能沒有做什麼事情 他只是想爭取他自己的權益 可是卻 用很多 各種臨時的手段 去被 逼害甚至 整個被殺害 這樣的東西 我想都是 必須要重新去省思 從你這樣的 口中我可以了解到 原來年輕人 收集到很多資訊 那這樣我再問一下 我們的謝理事長 這個轉型政策 聽說也是你的專業部分 你的感覺 台灣的多數 很多問題 我發現 除了資源的分配之外 仇恨之外 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 因為現在國民黨政府 他沒有 他沒有幫助他 他沒有反省 沒有反省 那就你的邏輯來看 轉型政議院 在目前來講的階段 到底國民黨政府 或是在野黨的 民進黨的 或台派這些團體 能夠給政府施壓到什麼程度 或者是說 到底我們這個島嶼的老百姓 怎麼樣來實施叫轉型政議 謝主任 那事實上 在回應這個問題之前 其實 就我目前 對轉型政議的了解 是 那我是認為說 應該其實可以 從一個更高的一個角度 或是歷史脈絡來看這個問題 那事實上 會推有提出這個 轉型政議這個名字 那至少它的內涵 是 就我理解 它包含一種期待 那什麼叫做轉型 那我看的一些 至少從一開始的定義 它就是認為說 可能是從一個專制 或威權的一個政府或政權 然後它慢慢的 因為政權的一個轉移 那不管那個轉移的方式呢 是用武力 或者是用和平的方式 那或者是說一個政權的一個重整 然後變成一個所謂的 所謂一個相對於之前 是所謂的一個民主的體制 然後人民因為對這個 所謂民主體制的一個期待 希望說就一個民主的一個政府 相對於一個民主的政府 希望說它用它的一個行政力 或者是法律的力量 來給對前面 那個所謂威權 或是專制政權 對於人民所造成的一個迫害 能夠把事實還原 然後有事實還原之後 然後能夠 不管是對於加害人的一個責任追究也好 或是對被害人的一個賠償補償也好 然後能夠中間獲得一個歷史的了解 跟一個這塊土地人民感情的一個釋放 甚至所謂的和解 你們的意思說 現在有一些被害人的家屬 縱使228當初有一些補償 那不僅是228 其實包括澎湖事件有一些 包括這些政治事件 也有很多受害 當事者都還在也有 那到底我們政府 怎麼都不是很願意去面對 他好像也很表面 只是可能為了選舉 那我們剛剛事情交代表說 國民黨如果倒不代表 不代表說這個正義就是完整的嘛 所以說我們現在目前 在法律上執行面來講 難道除了國民黨政府倒 才是唯一還有其他的做法嗎 是 因為事實上喔 這個如果要回到這個 所謂國民黨政權 那228事件這個議題上面來看的話 事實上我至少從這個 我開始有認識到 對這個政治議題有關心到現在了 是幾二十年來觀察 我覺得是哪裏期待國民黨政權 去做這一塊的一個翻行 這部分應該是不用再做期待了 然後在李登輝時代 現在雖然因為當時的一個政治時空的一個變化 有成立一個228的一個補償基金會 然後也在立法上面有 透過立法院就定了228的一個補償條例 是 然後他也在成立一個 知道全台都成立所謂的228的紀念公園 然後他也親自在台北228的一個紀念碑上面 做截牌儀式 然後並且用總統的身分第一次 跟228的受難者家屬 還有受難者來致歉 但是我的觀察認為說 這一些都是 當然有他的一定的政治意涵在內 但是對於整個歷史事件的一個還原 跟責任的一個釐清 並沒有實質的一個作為 然後我的看法是認為說 因為事實上我們看我們的228不償條例也好 那或者說政府這十幾年來 從你能回到現在已經20年 這20年來事實上 對228事件的一個部分 都只側重在一個金錢的補償 對 都只側重在金錢的補償 是 然後但是 但是我們認為說如果 實際上現在很多人都有提法 沒有事實就不會有原諒 對 那所以 事實上雖然從李登輝時代到目前為止 大家都喊著要調查228事件的真相 是 但是我們可以觀察到所謂的228事件 事件的真相 沒有肯定說有所謂的真相出現 那所以我認為說在這個前提之下 之前我們都 對228事件的部分都比較侧重 而且比較依賴在哪裡 依賴在在野黨的一個力量 對 在野黨的力量 但是相對於我對於國民黨沒有期待 坦白說 我對於一個在野黨 台灣目前在野黨的一個成熟度 我也 還抱著 沒什麼期待 不是 我還抱著還可以更進步 還有 還認為說還可以更進步 有很大進步的空間 因為 因為 我們從之前的一個 雖然有個正常輪替的情況 但是這 正常輪替期間 可能部分的人 可能收資於當時一個所謂的 弱勢的國會 那可能有個敗卡總統 所以他沒辦法 全面去對28事件做全盤性的一個 資料的一個收集跟解密 跟做這個整個的一個解釋 但是 這個部分我認為說 時間進步到這裡 尤其在場有我們漢苗慶的 年輕的一代 那事實上從這兩三年的一個 社會的一個力量的第三年 公民力量的轉變 我倒是個人比較期待 在未來的日子裡面 應該透過一個公民的力量 來 讓這個事件能夠獲得一個呈現 因為政黨的部分 不管如何 他總是有他的利益 今天的在野黨 他是變成執政黨 他一樣 會有因為他政治資源的考量 有他選票的考量 他會對於這個 對於歷史事件做一定的妥協 那這部分與其這樣期待政黨 我覺得台灣社會 倒不如我更期待 是一個公民的力量 那尤其在年輕世代的部分 他們剛剛有提到 他們今天可以透過很多的一個 網路的蒐集 可以理解 可以跟以前 七八十年前的一個歷史文獻 那時候人做對話 可以做直接的對話 這部分的蒐集的完成度 跟這個對話的直接性 都讓我更期待說 他們能夠將來對於二二八事件的一個 事件的一個真相的還原 可以真的有做比較明顯的一個努力 跟成果出現 那相對於剛剛提到二二八事件的一個補償的部分 都只側重在進行的補償 但是相對的我們看看 如果台灣社會跟相較於韓國 對於一些光州事件或歷史上的一個美軍暴行的事件 那或者是說南非一個曼德拉的一個總統的一個經驗 或是德國的一個對於那個以前希特勒政權 這個納粹的一個政權的一個反省 事實上我們都發現說 我們單單政府到目前 只成立一個二二八的一個補償基金會的 這樣一個方式 只側重在金錢的補償的一個努力 確實是不夠的 那相對的事實上我可以分享一個經驗 目前在司法院的部分 它對於一個刑事案件裡面的被害人 跟加害人 它有在推動一個修復式司法的一個概念 就修復式司法的概念 那事實上這個概念 它有它的一個理論基礎 那可以參考一下馬歇爾博士的這個 所謂非暴力溝通的一個書本 或相關的書籍 但這個修復式的一個司法的概念 它就是什麼 希望說以往 不要說以往 對於一個被害者而言 都只側重在金錢上面的和解而已 那常常在個案的分享裡面 我們會發現說 不管是被害人本身 或者是被害人的家屬 他們其實最最在意的 就是希望從加害者的口中 得到一個真相 對 你要告訴我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那包含今天宣判的這個政結案 社會矚目的政結案 我相信所有那些案子的被害人 以及被害人的家屬 尤其是被害人家屬 對 都更想更希望 其在從政結的口中得到 一個道歉 一個正式的一個道歉 而且他要講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是是 讓他能夠理解 那這個東西就要對話 對 這個就要對話 那所以我認為說 在這樣的一個修復式的思考之下 事實上也可以在轉型正面的部分 做一個很大的一個反省 因為政府應該要提供 多元的 不是單一的對話管道 那政府本身至少 不管是對於人民 我覺得人民太廣泛了 那至少要對於很多 關注這個議題的公民團體 他也要提供多元的對話管道 對 透過多元的對話 來讓歷史的真相能夠 真相更清楚 這個議長剛剛講得非常好 就是提到修復式的這一塊 我們不是學法律人 還是比較有一點點一頭霧水 不過剛才提到 有些國外歷史 待會兒我們會談 今天台灣的社會比較奇怪是 我們有受害者 但是找不到加害者 那過去裡面寧可挫殺一百 也不要放過一人 所以你看你說科遠分也好 蓬蓬器也罷 蔣介石也行 這些人都沒有被定案說 他們是嫁害者 剛剛提到這些未來年輕人 因為現在有些受害者也還在 包括受害者家屬都還活在人間 現在很怕時間會流失之後 有一些就走掉了 所以漢苗青你們這些 或是這些更進一步的這些你們的公民力量 一些你們的年輕人 像這個逸林 你們在進一步在做了解的時候 這個資料的收集 對你們228的這個事件也好 或者是說你們對目前的這個政黨 這麼糟糕 或者是這個政府如此 你們年輕人的想法裡面說 正義何在 你怎麼樣來定義 像目前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轉型正義 我覺得目前的轉型正義應該 就像剛剛謝律師講的 修復式的 然後修復式它其實不應該只是在 所謂的就是 司法政治 或是把注意力放在那個層面上面 那我覺得應該是整個社會上面的氛圍 因為我覺得 那個修復式的東西 對我來講是一種修復技藝 因為在過去應該說 我的過去可能我的外公 就是我的外公 然後我有客家人 然後可能我的長輩們 他們曾經就是告訴我說 可能要講國語 所以一開始我是講國語的 後來因為交了男朋友 開始學講迷南語 然後客家化是最後才會的 所以那種過去是 一個教育體制下 一直延續下來的 可是你要怎麼樣去 修復那個錯誤的記憶 從教育上面著手 我覺得對我來講 那種轉型正義應該是從 徹徹底底的 要從那種最基層的 教育上面去改變 那你們學生時代 你們理論上距離學生時代 也不會很遠 不遠 請看您剛剛提到的這些 比如說小時候的方言問題 或者是說您對於這個 政黨政治 尤其國民黨這個政權 你忽然間有一種 有一種批判 或有一種覺醒 是在什麼階段 讓你覺得說 必須出來 來了解這樣的一個知識 其實我以前 雖然是比較 就是一般普通人 然後我是從 我們苗栗的大埔事件開始 從那邊才開始 對 這也沒多久 對啊 可是以前我們就是 高中念完 讀大學 就是考試一路這樣出來 一直到要找工作 其實就是進入社會 之後可能就是 結婚 然後生子 那種很順的 父母親告訴我們的 你要順順利利的過日子 可是自從大埔事件開始之後 你看也過不了多久 可是他的爭議 有沒有真的到來 也沒有嘛 也沒有 對 所以其實就像剛剛柯律師講的 台中的事情 我們苗栗一樣 轉型正義 我覺得228是個 是個標誌 可是在台灣各個地方的 發生的事情 就算他今天他背叛 他是什麼政府敗訴啊 什麼什麼的 然後應該就是什麼 原地要重建啊 或是什麼之類的 可是有嗎 所以這個問題點 我們今天四位 一開頭提到這個 轉型正義 一開頭我聽到一個 比較嚴肅的東西 就是說 剛剛謝理事長講的 到底政府 只是金錢彌補而已 這個沒有辦法 所謂的彌補 所謂的仇恨 集息 錢能夠解決問題 那是最簡單的 反而現在很多不能解決 是錢解決不了問題 就剛剛講的 這些受害者家屬的道歉 像政府說 我們可以原諒 但是不能忘記 問題點是很多受害者家屬 他沒有原諒嗎 那請教一下 台灣現階段的 這個 轉型正裡面都提到說 過去 我們現在對威權政治 的一個 這個體系 現在其實坦白講 威權政治在台灣 已經慢慢比較沒落 走向已經 所謂邊際消費已經 避簡化了 但問題點來了 今天 很多人講說 國民黨不倒 這個台灣不會好 這個台灣不會好 我們要請教一下我們的 我們的柯栗子 一個柯栗子 這個 國民黨 就算倒 就算倒 政府 這個政府已經輪替了 台灣馬上 轉移爭議 公平爭議 就變好了嗎 這當然 絕對不是 絕對不是必然的 是啊 是啊 那其實 這幾年參與 算是蠻長的一些 環境的訴訟 還有土地的一些 爭議的訴訟 那 其實我會把 一個轉型正義的 這個想法 不僅局限在一個政黨 也不僅局限在一種種族 像我們長期 像最近常常在講的解職 解職 我們要解除這個 國民黨的這個殖民 是 外來政權的殖民 那 其實解職這個部分的殖民之外 其實不只是所謂的 政治的考量 是 還有許許多多一些政策 環境 對 或者是甚至於土地的規劃 這些其實都是一個 為了維護我們這個台灣 能夠人民能夠繼續生活在這個島嶼上 是 的一個基本權利的一個概念 但是你看到國民黨 這幾年的一個做法 你看 比如說馬英州政府說 要歸於返鄉 盡於返鄉 就搞得是 惡語回來 是惡語回來 包括頂心的這個狀況 是 像台灣這個社會 你不覺得 最近有一個話題 包括慈濟的狀況 頂心之前有的狀況 台灣的氛圍 我是覺得 大家都會 打落水狗 但是 那個議題 你看頂心這個事情 大家忘了 有點淡忘了 慈濟 你現在過兩個禮拜 新聞熱潮 退了也沒了 二二八種事情也一樣 是 你到三月份 過四月份 就準備快五月的那個 那個童話去 大概又忘了這個事件 對不對 那請下來可以 那您 這樣子幫忙這些 這些基層的當中裡面 我們台灣的這些所謂的 對於政治的敏感度 現在有一些人 他已經慢慢比較冷漠 發現有點冷漠 那您的看法 其實 剛好這幾年有 就是如火如土的這些 反核運動 那三月份 又是我們的 反核約又到了 那其實 從前幾年開始 不斷的有一些公民團體 要催生這個公投法 要突破這個鳥籠公投 其實各位可能不知道 在瑞士 瑞士是全世界 幾乎每年 就有好幾次的公投 不只是全國性公投 地方性公投 還有各個地方縣市的公投 只要任何東西我就來公投 全部都來公投 然後瑞士是什麼樣 當然它是民主國家 我想無庸置疑 而且它是全世界的幸福指數 最高的國家 為什麼會那麼開心 因為他們 一天到晚要公投 對 這個當然也是其中一個因素 主要是公民參與 它公投有哪些議題 可不可以了解 各種土地議題 你今天要蓋座橋 這個鐵道你要規劃 要地下化 你都要公投啊 最近都要公投 是啊 所以這個是很成熟的 我覺得這個是很成熟的 像我們就不需要 這麼多社會運動了 因為當初你在規劃 大埔這個什麼科學園區 你要蓋的時候 你就必須在這裡區域公投 但是台灣人很奇怪 勝有政策下有對策 要公投 大家我就來包裹 我們舉個例子 像蔡正元的例子 他老兄當選3萬多票 霸免他7萬多票 這個也是個最大的問題 霸免他的7萬多票 霸免他的7萬多票 還霸免不了他 是啊 投票例說 我以為說能夠到10萬多票 再25%不到嘛對不對 那我們來問一下我們的那個 李市長 台灣現在目前這個 這個轉型正義之後的這個 所謂的後國民黨時代 慢慢的來臨 我們是不是可以期待 因為後國民黨時代的來臨 轉型正義就會 你看其他公民力量 公民力量之外 還沒有其他的力量 比如說法律力量之外 還沒有其他的方式 或是就你所在這個 接觸的社會層面裡面 還沒有什麼方式來增加 轉型正義 或是讓這一個部分 更讓普羅大眾更加 比較關心 因為有些都已經冷漠了 你的看法 這個部分 事實上我非常 贊同剛才那個 我們的伊林 他有提到一個教育的部分 是 因為其實你說 正義要轉型 正義要轉型 當然不可能單純從一個 政治的部分 尤其是不可能期待說 政黨 一個輪體的方式 就來達成這個 這個 這個 目的 事實上伊林 剛才有特別提到說 一個教育的部分 那 剛才柯律師也有特別提到說 所謂的 最近的公民運動 是 那我認為說 與其 在談轉型正義的同時 事實上 我覺得 不管是從法律 或政治 或教育的部分 我自己 深深會覺得說 其實每個人都應該去思考 我作為一個台灣人 是 我在這片土地 生 然後 終老 那我的價值在哪裡 我希望這個社會 跟這個國家 所要建構的一個 生存的價值 人性的基本尊嚴 跟基本人權的價值 在哪裡 我覺得每個人都應該有 這樣的一個思考 那每個人都要這樣思考 基本上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教育 那教育當然不可能說 從一開始的學校教育 從頭開始 是 而是說 除了學校教育以外 那公民教育我覺得也非常重要 沒錯 那公民教育的部分 事實上我比較高興就是 這幾年尤其喔 不管是一些學校的一個學生 或者是一些公民團體 那事實上對於 像柯律師他 還有很多夥伴喔 那這幾年對於一個地方的 不管是環保的議題 不管是公共建設的一個議題 都核能的議題 還有早上我們去雲林縣政府 關心的這個空氣汙染的議題等等 那都有多元性的來關心 然後有來參與 那我個人認為說 就是要有這樣的一個關心跟參與 那事實上他就本身就是有一個 公民教育的功能作用跟意義在裡面 那這麼多的一個公民團體來參與的過程中 才會去慢慢的透過討論 去討論 討論才會有思辨 才會有反省 才會新租大家所要建構的價值存在 李治郎剛剛談到一個 我可以用一個三個字就形容 那叫話語權 那個講話的權利 誰有一個話語權 因為像目前我們公民團體過去 我們的老一輩的教育說 小孩有虛無處 痛痛 政治無慘 那無慘 你無嫁 現在台灣人站起來 你的權利 你的權利不是人家把你挖 挖出來 是你自己要出來講 自己要覺醒 所以話語是很重要的 我們自己拿出來講 所以我看到他們這幾個年輕人 我們從去年318的學運看得出來 我們也很感動 原來有這股力量在 以前我們那個學運時代 1990年的那個野百合時代 那個時候還沒有網路 都透過地下的串聯 就可以串聯 幾十所大學運校的學生 到了那個為了被老婆帶 為了這個 楊俊的幹證一大堆 那現在請教一下那個葛瑞 你們現在目前 因為我一直覺得這個世代 比較令我覺得比較 我們也很惋惜 我在學校教室說 我看到很多大學生 他認為 22K 兩萬多塊 沒什麼前途 大陸性能比較高 怎麼辦怎麼辦 以前還可以籌碼換籌碼 現在你們籌碼已經越低了 那我一直蠻鼓勵你的年輕人 看到你們這樣 我覺得台灣世代 已經去年那個318 是反而你們帶動我們 是不是你們 有沒有你們的solution 你們的方式 你們如果來看待你們未來 因為 講實際話 以前目前大家年輕人 好像 像你們這麼熱絡的 我的感覺還是局部 不是說大家 因為網路上 大家很會講 都很會潛水 問題點有沒有像你們在檯面上輔助 那你們如果來呼籲一下 跟你們同年紀的這個世代 把這個部分的運動 把它造成起來 我覺得可是 也不要說是鼓勵啦 但我覺得 正五點就是 剛剛先生提到 思考 我從小教育的狀況可能 剛剛店員有提到 是 小學大家 媽媽叫你考 考國中 最好是考只有班 國中考完之後 叫你考高中 快快就考 一路這樣考上去 出來之後你就有個好工作 是 我們有想過說 我們在這個教育的過程當中 我們是不是有足夠的機會 去讓自己去思考自己 到底想要什麼 對 我覺得在教育的狀況底下 我們面臨到就是說 現在過去 這種過去的這種教育方式 其實台灣的人也好 台灣年輕人也好 其實都是缺乏思考的動機 沒錯 沒收 沒收 那我想大家如果說 看到眼前的新聞 你就先去關心 先去關心了解 搜集 搜集資訊 去搜集嘛 我們現在很好搜集 對 Google一下就打得出來 對 搜集資訊 然後你再去想說 這個部分 跟你的立場 你的想法上是什麼 不要聽媒體說 而是說透過資訊的搜集 之後 自己去判斷 所以如果說今天有一個資訊出來 你們聽到這個資訊 第一個時間你會去演辦說 這個有沒有不同意見 不同看 你不會說一味的全部接收這樣子 或者是說我們長輩跟你講什麼 你就全部接收 對 我覺得這種東西就是 必須全面比較宏觀的去看待 那當然你自己心裡面 在這些資訊收集之後 自己心裡面當然會去做評價 那你去評價完之後 你當然自己心裡面會有立場 那你雖然說自己心裡面有立場 但是你要了解對方怎麼想 你才能去說服人家說 可不可以一起跟我 做這樣的事情 關心這樣的事情 所以你們當初 比如漢廟前這個 漢衛苗栗的這個青年 這些聯盟裡面 你們是你們的主軸 是如果去說服你們苗栗的那些 其實這需要 這不可能是很短的時間 就是那時候一束可擊的 那當然就必須透過很多的管道 因為不可能只是單純透過一個講演場 講演會 或者是做一個座談 是 然後是談很嚴肅性的議題 對 然後就有辦法慢慢的 人越來越多 而且並沒有很多 譬如說你可以透過文化 你要越透過音樂 你可以透過藝術方式的東西 當他來到你這個地方 他跟你在談這些東西的時候 無意間他可以慢慢的去瞭解 你這裡面去滲透 去慢慢的偷渡掉 偷渡過去一些我們想講的事情 應該說你們自入式行銷 對啦 那你們現在目前 再來問一下藝琳 那你們現在目前 這個漢廟前這樣子一個 台 不要不要說台派團體 本土派公民覺醒的這些年輕力量 越來越多團體 你們這些互相都有串聯吧 有啊 彼此都認識 然後彼此都會互相 比如說像克里斯那邊的 那個我們就想把小熊借來我們 我們苗栗 然後像是其他台面上看得到的一些團體 我們也都有互相訊息的往來 可是剛剛提到說 訊息的發掘 我覺得跟公民教育的 落不落實正不正確 是有很大關係 因為剛剛有提到那個 所謂的打落水阻的狀態 嗯 現在有種正義叫做鄉民市的正義 我覺得那個很可怕 很可怕 對 當訊息在傳達的時候 那個訊息是很快的 對 那個01的之間那個傳達非常快 可是當鄉民市的正義 一崛起的時候 他們有問什麼事 他們有所謂的事實 真相會被忽略掉 對 他只有一種就是我認為對 的東西 然後我就會把它 我覺得那就是一種 你不知道就是把它 就熱鍋 對 熱鍋 然後上面的東西就 反正就是只有一種就是 就是迴避 如果有反對意見 就不行 你就是不對 鄉民大家就一窩蜂的 就是幹屌了 對 就幹屌你了 今天就算你的立場 跟我們大家是一樣的 可是你只是提出一種 比較具有一種 宏觀 你不要講宏觀 就是比較不一樣的想法的時候 有道理 你就死定了 你就會考慮說 這句話我到底要不要講 算了 這個東西我不要碰 所以就被噓了一大堆人 因為太敏感了 我覺得這種東西就是 我覺得 目前年輕人 有一個 我覺得要非常注意的地方 如果 所以剛剛易領這樣 當然各位補充 聽你這樣講 我就知道說 你們已經有發覺出問題 因為我自己也發覺到這種狀況 比如說我徐某人 以前在擔任過 那個職棒的評論員的時候 你說我 如果我罵兄弟相的話 舉個例我 兄弟相的 哇陳志遠 我就要批判到 兄弟相的球員 或者是舉個例 以前那個黃三軍很可怕 我們的電視台 就被幹掉一堆了 他不管你講都不對 你怎麼可以幫我的球員 那回到這個部分來講說 年輕世代裡面 是不是 這個消息 你們也是有知識的人 那請教葛瑞 到底如果去判斷 把不同意見 台灣可不可以的地方 是可以尊重不同意見 但是好像那個鄉民的那種 所謂的 這種 我們覺得現在目前 慈激狀況有點類似這樣 盡情定性麻煩 他們到底有沒有完全不對 還是有地方可以拿出來探討 那你們現在目前這個 轉型爭議裡面的 講的這個力道 到底是大家說 你看我現在罵 大家都罵國民黨罵國民黨 罵國民黨 你沒有罵國民黨 身上國民黨 那你就不對 我發現好像也是在思考一下 有一些人他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的時候你們怎麼報仇 不是警察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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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其實我覺得它回歸到可以是說 其實基本上就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在台南轉型政策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要不斷地去重塑說 你要去正視歷史 正視歷史就是歷史就是過去發生事實 對 那假設拉回來 我們剛剛講這種狀況 那我們也就要去看 他到底眼前他們說慈濟 他們說頂心 他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你說慈濟 像慈濟的部分就有些朋友 他可能就不認通 我就說 雖然說他這件事情做錯了 可是他也做了很多慈善事業 是 當然慈善事業他跟 他那些關係到底是正常關係是怎樣 那個其實我們還可以另外再討論 但是這個部分就變成說 你做慈善事業 這些東西也都變成 歐安全權被目前這一波討論的 對對對 掩蓋過了 甚至這慈善事業被貼上黑標籤 因為他是實際做的 是是是 對 那如果說 你在基於歐安全權是因為內湖這個案子 還是有施照會法師他所說的那些話 去歐安全權否定這個東西 我覺得他立即一點就不對 但如果你要拉到另外一個討論的脈絡 去討論說 他們之間的那個關係 對 錢也好 底座也好 這些其他的關係 再另外一個脈絡去討論 我覺得這又是另外一回事 了解 對 就是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終於有回到兩個思考 你今天你得到資訊去搜尋 你要跟對方去討論這件事情 其實你要給對方空間 那你自己的評價上 你不能完完全全忽略掉 眼前的狀況 然後你就更全面性去 因為聲音很多元 不同的聲音很多元 因為我們看東西不能說 只是在表面上去看事情的表面 就是說能不能更深入的去討論到這件事情的本質 那他也有助於我們去討論其他議題 對 因為剛剛葛瑞在上一段 你提到那個教育的問題裡面 你們兩個提到教育問題 而且像資訊 四年前的資訊 希望都落後一點 那我一直覺得說 在教育體系之下 或者是像目前我們的媒體 今天為什麼我們這個 咱們的台灣人群 文化學院特別辦了這樣一個講座 因為有一些媒體 比如台灣你也知道 有中自備的媒體 你要置入資金 也要有一些所謂統派的 我們也有一些台灣媒體 但是回歸到一個重點 我發現這些媒體大家都有自己的立場 所以在講話當中裡面是媒體上面 也會為政黨做辯護 不管是國民黨民進黨 也都有各自的立場 我們來提到一下 來比較一下政黨 國民黨現在目前是執政黨 來比較一下過去 剛剛薛瑞士一開頭 有提到的那個 各國的政府裡面的情形 那我們來研究一下說 其他各國到底對於這種轉型正義 他們的利益 或者是說現在目前的政府 他們怎麼往前走 我現在看到韓國 我就覺得很大的感慨 因為最近我在 我們做一些美國職棒大聯盟 或日本職棒社會 存訓什麼 我跟韓國選手來台灣存訓 我去第一線訪問 才發現我們台灣人只棒 洛洛他們十年 台灣直接棒子 洛洛他們十年 後來發現這個國家 恐怖到什麼 什麼亞洲四角龍 你不要跟他講說四角龍 他根本看不起你 韓國差一點快看不起日本了 所以我說他民族性 在那個普正希 以前那個年代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 他跟IMF 我還要請教一下我們的柯律師 就你所瞭解 世界各國像這種人 對轉型正義之後 包括我們講到韓國 德國 立陶宛 東歐這些國家 就你所知 他們是如何把這樣子 轉型正義 轉型到真正的正義 那台灣如何去學習他們的做法 如果是就這種種族的屠殺的 這種這個部分 大部分像德國就是 紐倫堡大省 就是這樣用一個全民公審的方式 來檢視一個歷史事件 然後當然就像我一再強調了 沒有全民參與 其實說實在都只是幾個個人 密室協商之後提出來的 那沒有辦法說服所有的人民 也沒有辦法說服一個 也沒有辦法還原一個真相跟正義 所以 所以我才會剛剛有提到有關 有關這個修公投法 讓全民能夠有更多機會 可以把你的對這個國家的政策 能夠有表達意見的機會 民意代表對這種公投法到底在告訴我們 是啊 這個就是我們目前立法院 最令人 最令人 詬病的一個黑箱 黑箱的這個立法 所以我們現在立法院 那一半以上 講點不科學的話 真的要換掉 換掉這些人進來 因為 真的要做事情 因為那些都是利益 對 那除了你講德國 像東德時代 他們那時候也開始 對於這個受害者 甚至對於那個加害者 他們也有一些追償 是 那台灣這一點 我們剛才講的228 搞不好半天 都是國家在賠償 都國家沒有追償 但我現在是覺得說 沒有去針對 那個彭夢氣的下一代 哇 貴了好歲好歲 更不要講 跟我們年紀差不多的 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 我就說 這一些人 為什麼他們都可以過得 安穩無庸 幸福快樂日子 那我們的政府 難道國民黨 他自己不知道 自己要轉型正義裡面 要有這樣思維嗎 謝律師你看 是 那事實上 剛才有提到 其他國家的部分 那據我了解 事實上 南非的部分 在曼德拉 在處理的時候 是是是 他除了透過一些 補償的措施以外 是 他本身 運用他當總統的時候 有一個特赦的 或大赦的一個權利 那事實上 如果大家有去 去聊天跟 再去看 細看的話 事實上我們當時 在李登輝時代所定的 228補償條例裡面 也賦予總統這樣的權限 這樣子 也就是說啊 如果調查228事件之後 然後真的你有調查出 對於某一個 個別事件裡面 因為228是個統稱嘛 對 那可能在個別的事件的部分 有需要負責 甚至負 尤其是刑事責任的人 是 那總統事實上 是具有這樣的特赦 或大赦的權限 當然特赦是針對個人 大赦是針對整個一個 全面性的一個 一個事件來做 但是不管如何 總是總統有這樣的權限 那為什麼有這樣的權限 它基本上 事實上也是基於一個 所謂的一個 要調查事情真相的一個目的 對 然後也希望能夠達到一個 社會和解的一個目的 才會給總統這樣的權利 是 那這樣的權利有什麼 有什麼作用呢 因為我調查出來了 如果我認為說 我有給他大赦 或特赦的一個 一個行使這個結果的話 我相信很多人 更多的人 知道了解真相的人 都會什麼 願意把真相資料 尤其是一些歷史資料 展現出來 因為我被你特赦 我願意 今天誘因啦 誘因出來了 是 然後 但是這個東西 除了讓歷史資料 能夠 在大量的一個層次 因為其實很多歷史資料 官方的部分 事實上是 可能因為當時執政的 執政者的因素 對 或者是相關的一些 當時的時空歷史因素 或是威權體制下的因素 導致於說 真正很多的一個民間的史料 是沒有的 是缺露的 那這部分的話 我剛才提到一個 總統有一個大特色的機制 那南非的經驗 也是很成功的 這樣來做 的一個情況下 最主要我認為說 最主要也能夠 讓社會的被害者端 跟加害者端 能夠有機會 對於這個事件 重新去思考 能夠獲得一個事件的反省 然後彼此能夠有一個情緒上的 修復之後能夠去和解 當然 這個東西我要回歸來 因為這個東西 事實上 你要運用這樣的權力的時候 事實上 我們不一定看228這個事件 而是目前 剛才伊林 也有特別提到說 其實我們再看看 社會上 也許我們覺得 不公不義的 不管他一開始 從一個簡單的學生身份 然後開始去關心 社會議題的大補財情事件也好 那或者是我們曾經有參與過的 苗栗的一個反風車事件也好 那有一些抗爭運動 事實上都可以看到 目前那一些政府的行政措施 甚至法院的判決 都無法符合人民 對司法跟政府的一個期待的情況 那就有所謂一個不公不義的情形 在這樣的個別事件裡面 不要說228這麼大的一個歷史事件 而是在個別的事件裡面 如果 如果 那也可以透過一些 事件的一個真相的一個發現之後 能夠讓政府 或者是應該負責的人 對這些被害者做一個交代 道歉 道歉 彼此有這個基礎之後 那我相信 就會彼此能夠原諒對方 這個剛剛理事長講 我們這樣講講的時候 如果大家那些政治人論 那些政客 差一點點這種想法 台灣不得了 問題是每一黨的人 有時候我實在講 不敢藍綠 有些就是藍口人力道德 幹的都是藍道女常 每個人 你看那些不敢哪一黨來派 這黨內出現 嚇到老了老了 你剛剛提到那個 苗栗那個風車事件 我想到說那個大埔 那個到最後 那像目前那個對於張藥房 他們那個 處理措施一起走到什麼進度 就卡在那邊 對就卡在那邊 那也沒有進度 是當初現在的結果就是說 現在應該在被告怨 所以還在 還在stand by 但目前 苗栗縣政府對於當初 漢權事務政策 會把這件事情打開 是 因為你們政黨沒有人體啊 他還是堅持沒有錯 所以請教一下 那這樣 對你們這些年輕 尤其是苗栗的 你們這些 這些小朋友來講 這個事件對你們來講 應該還持續 持續follow才對 這個不是 因為張藥房事件 我的了解 然後那一陣子也是年輕人 去現場 圍在那裡 然後才把整個事情給爆發出來 後來才知道原來 那當地是一個高鐵的預定地 那個劉振宏 不一樣 那個不一樣 真的 劉振宏留下你們 那麼大的爛攤子的那個債務來講 這個也沒有辦法去 去跟這些在地鄉親講說 這個政權 把我們搞得那麼多負債 為什麼大家都還不思維 我看那個吳宜哲 吳律師也是 落選也是 你到底你們 你們這些鄉親是理想的 有沒有什麼解決方式 你們兩位可以 代表 代表 我真的覺得 我也不曉得該說什麼 但是 這跟你的轉型正義 但是你們 都不要說中華民國 就跟苗栗就沒有轉型正義 還說中華民國 你說負債這一塊好了 其實對苗栗人來講 我沒有欠 不是我欠啊 他就 跟我沒關係啊 我一樣按時繳稅 我一樣繳勞健保 可是他 他不知道他繳的錢 是用在哪 是用在那個地方上面 他無感 他不是不知道 他是無感 對 因為對這種 你說現在高600億了吧 對 你完全 600億對我來 老百姓也沒感情 你有感覺 你想說欠關我屁事 對 對啊 那所以 那我現在選的一個人 那個人是跟我有 我比較好 比較好拜託的 是 我比較好去 所以我覺得 苗栗是一個很 很 Local 他還是比較重 傳統 你需要講的 是不是說是在地經營 所以 你剛剛有提到吳律師 那吳律師他就是 就選完 然後 我不能做他 他就離開了 這樣子 他是不是要留下來 繼續做 你如果是要留下來 對 苗栗我覺得 苗栗對我來講 他是個代名次 那不管他是不是苗栗人 他都可以成為苗栗青年 都可以成為 所謂的台灣青年 那你就是 你假設真的想要做事 我覺得就是 你就必須要留下來 在地踏實的做事 踏實是我們 我們和苗栗的口號 這是你們的口號 對 你不是說 只是講 你要做 所以剛剛講到說 這個轉型這裡 在櫃縣 有政治上困難 法律上困難 你看這個困難度 而且你們 是那種 不要說鳥不勝蛋 就是說 資源特別貧乏的地方 之前還蓋了一個 那個客家庫樓 那個 包括之前很有名的 那個馬家莊 我那時候聽劉正宏 現在講說 我不蓋會被苗栗相親罵死喔 結果像那個 馬糞管 那相親我請請各縣市首長 我的感覺 剛剛憲律師提到 我發現 我們舉我們現在台中為例 現在縱使政黨委例 現在家庭 我們也跟家庭講說 希望能夠見得起誘惑 台中市立屆市場 我不敢說怎麼 土地重劃是立屆市場裡面 最大的一個誘因 從國民黨民進黨 立經我沒有民進黨的市場過 每一屆市場都無法 為什麼就是去沒有辦法處理 那個 那個其實可以處理 那處理很麻煩 我處理那個周邊土地 比較單純 所以你看講那個 政治人路他會找 比較簡單的找手 而且老百姓說 我投給國民黨的人 就會講說 單元級 單元級 土地會飆 我認識過那個 房地產商 他也是綠了 他上一屆在投那個 這屆為什麼會投林強 是因為他知道 胡志強已經比較沒有希望 上次在 上次那個 那個 那個 胡志強在選的時候 他說要選的那一剎那 他在想一件事情 不對勒 我如果回家庭 我的土地 會不會 那個 那個開了錢 會不會 會不會 自己的利益跟政黨 就是跟他台灣主體的理念 相衝突的時候 選擇什麼 我也是要轉 對於這個利益者 所以 就是有點像相親那種角色的感覺 那回過我們講 轉正這個議題來講 到底 台灣 跟世界各 我們剛才談到一部分說 有些國家像 韓國也好 德國也好 南非也好 西班牙也有交集型 就同像這種的 一大堆的 那個之前 2003年那個 那個就有一個叫做 那個 列寧的那個 一個電影 就講列寧的 對 對 他講到說 他的那個整個銅像 被丟到什麼地方一樣 我們最近 大家有時候在看北韓 那個金正恩的事情 大家會笑 其實大家不要笑 我們小時候是這樣 我不曉得 講給你們聽 你們聽不懂 我們以前 在講先總統講公的時候 立正耶 以前那個 記得先總統講公 國父誕辰紀念日的時候 那個都是國家的紀念日 現在228是國定假日 以前講到先總統講公 或蔣家 這簡直是最大的禁忌 民族救星 我那時候覺得說 看到什麼 蔣公什麼魚油水中油 激發起那種 立志向上 那個狀況跟北韓現在 目前是一模一樣 那還好現在最近這幾年 因為明治已開了 我現在有個疑問的地方說 國民黨做算他黨 民進黨讓他上來 或是其他台派的團體上來 就代表了整個轉型正義 然後他如果能夠結合公民力量 是不是台灣要走向一個兩個 不一樣的 就是說他有去中國化的政黨 但是他都是本土派的 如果真的兩個本土派的政黨 舉例這樣上來的話 難道這樣公平正義 轉型正義就過了嗎 何余思銘認為 冷黑 去 我們這樣講 比如說我們現在講到一個政治問題 去中國化的政黨 比如一個是Local的 比如台灣國民黨 或台灣民進黨 這兩個跟中國都沒有關係 難道就代表了 台灣土地上的這個 轉型正義成功嗎 可以這樣講嗎 我想這是兩個層次的問題 第一個 我剛剛有講過要解職 我們不需要沉寂一個 不屬於我們自己的一個 統戰的一個思想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專制的政權 把它剔除掉 至於出來的是什麼樣的政黨 那個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 但是出來的這一個東西 如果是能夠代表公民的意識 全民的民主的話 我覺得這絕對是一個好的現象 就好像我們目前來講 還是會傾向獨立運動一樣的意思 對 所以說你的意思是說 去中國的話 現在目前是在台派團體裡面 大家的一致的一個感覺 一致的一個想法 大家最給你答應 現在有一種力量又出現 很懷念日治時代的經營 日治時代的氛圍 現在有些網路上都在講 我早以前的舊照片 包括我看到那個基隆 基隆火車站 現在火車站搞得跟納古塔那兩樣 也就是基隆火車站 巴洛克建築 我們台中火車站就像這樣 因為文藝復興時代 日本當時派了一大批 從留歐的留學生 來蓋台灣的一樣道理 那我是覺得說 大家在懷念到日治時代 以前是本人怎麼乾淨 大家注意到一陣狀況沒有 為什麼去中國的話 這個問題給大家不完全 我不曉得你們兩位年輕人的看法 台灣的獨立跟去中國化 這個情形在你們的意識形態裡面 重不重要 就我們的從小的證詞 本來台灣應該具有自己的主體性 所以中國跟我來講 我們到底跟中國之前的源源是什麼 在國民政府破千來台灣之前 台灣也不是屬於跟中國之間是掛在一起的 是 那台灣自己在這些我們先 我們的祖先先民來到台灣 自己發展了幾百年下來 都有自己的一套文化 對啊 對 我昨天在跟我朋友討論說 很多宗教很多廟宇 他們說要回去媚洲祭祀嗎 是是是 去找媚洲的媽祖 還是關公來台灣就怎麼樣 我想說 我記得有老師跟我講過 台灣的媽祖還比中國的媽祖還大 台灣媽祖比較天后 對面的媽祖比較天飛 是是是 那個東西就是 以台灣自己有本身自己的文化 自己的語言 那為什麼台灣沒有自己的主權 和獨立的性 是 那為什麼台灣跟中國 他必須不斷的要被強調說是 同種同源啊 學龍與水啊 華夏大民主 對 這些東西在我們現在看來 其實都是非常 非常違背現實的狀況 所以年輕人是在講白啦 台灣的主體性獨立性 在你們年輕世代的認知裡面很強 對不對 因為其實 你剛剛講到那個土樓 那個是中國那邊客家人的土樓 剛剛那個是在 那我們的台灣客家人 蓋住什麼 我們住的還是 還是磚啊 是是 對 那我們自己 你拆掉原來的東西 然後蓋了 蓋一個 對啊給誰看 給那邊的人來玩看 然後我們之前 我們想我苗栗應該過去看看 就看看 就真的就說是 那邊的人 遊客過來這邊 然後他們就 路客來 對 路客來 路客不是為本地的 對他就看 喔對啊 這跟我們那很像 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就覺得 然後那個 那個什麼 販賣部 賣的都是客家米食 台灣的客家米食 可是我就覺得 對我們 對我們 本地客家人來講 我沒有認同感 對 那你說日本 我 Apple以前受日本教育 所以他會講說 他也會懷念 日本人的那種 不偷不搶 可是他所謂的不偷不搶 是反映在 國民黨上面的 就是 相對比較 對 他是跟那個國民黨相對 他就會開始懷念 以前日本人 然後 在更早之前 我被他刺激到 他就說 你們這些小孩子 就是被國民黨養大的 對 然後我就覺得 我哪有 對然後就跟他講 我沒有 我們現在都很懂事 沒有在相信他們 我們不相信他 就一定要去安撫他 可是 我覺得這種東西就是 台灣就是台灣 台灣島上有台灣 自己本身的文化歷史 然後有自己的脈絡 我們 我們跟 所謂的 可能你會講說 我們要去追 菲斯以前什麼什麼 那是祖先怎麼樣 因為客家賞目 就這一兩個禮拜 對 那我就覺得 那個是一種儀式 對 對我來講 有一點點安撫長輩 但是我覺得這種東西就是 我覺得見仁見智 但是對我來講 我覺得那東西是 很明顯的 台灣就是台灣 所以應該說 現階段你們年輕人 在台灣主體性的意識 慢慢排頭 那過去 我們現在看最近陸客 這一兩年會發生什麼 到101 中中紀念堂 水利大小便 一大堆 你看 縱使現在這麼文明 現在陸客來台灣 有些經濟能力 不比我們差 一堆 來這邊水利大小便 大有人在 那更不要講 1949年 那時候來了一大瓢 那些 之前不是那個典型笑話 水龍頭一打開 日治時代 台灣的自來水可以喝 結果他們看到說 然後水龍頭打開 竟然有水 自己去買個水龍頭 插在牆壁上面 他打算是水 沒有靠那種東西 因為他們 當時在機樓接收那一些 日本人被 被這個 就是他們 回歸之後 來的中國兵 那一看是兩個層次 就大家都知道 這種狀況 所以人家說 起吃瓜味的公 就是這種情形 所以我們一直覺得說 多年來現在台灣人 有一股怨恨 就是你來跟他爬獎 然後當時的 高級外省人 現在還是有一些人的觀念事物 是高級外省人 台灣多年來 其實 有一些外省老伯伯 像我宣摩的 我會四川五花 我會山東五花 所以我去大陸回來之後 會想跟他們溝通 原來是 原來台灣有一型老伯伯 外省分兩種 一種是高級的 有一種不叫第一級 是基層 那老伯伯他也是很可憐 他也是認同台灣 但是他發現 他們也是被利用 因為每次選舉就是 你們都出來 他們很認同台灣 他也不想回去 所以 今天我們的主體意識形態 跟這個其實不謀而合 只不過可能來自不同的地方 那我在最後接回來 問這幾個貴賓 台灣將來的這個走向 既然不是這樣走向 所謂的跟中國統一 可能走向獨立的一個 或者是主體性的 或者是美國政府要幫忙 有時候看一下講 我們乾脆跟美國宣戰 那美國派兵來打我們 我們就宣布說投降 就變成美國一招 那你解決同一個問題 這個只是 只在玩笑 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在轉型正義 跟倒這個主體性當中 裡面我們取得一個 取得一個連結 或者是說 我們利用轉型正義的這個標語 不要說標語 這個slogan 來如何來契合 日後台灣主體性的一個 去講話也好 或去國民黨話也好 因為我認為那個中正廟 中正紀念堂 日後真的要改 因為這個 還是那麼大的圖騰在那裡 那請教我們這幾貴賓 像柯律師 您這個 這麼資深 看起來那麼年輕 台灣這堆都市 要走去講話 去國民黨話 是不是真的轉型正義裡面 第一步要從這方面來走 你還是延續剛剛的議題 我一直覺得 很多權力不是從天上掉下來 是 從早期的種族隔離 這個婦女的權力 參政權這些運動 都是不斷不斷的在 在努力之後 前撲後繼才換來的權力 那其實我覺得 台灣的命運也是這樣子 今天是不是應該 我們公民意識抬頭之後 公民要站出來 然後透過全民公爵的方式 來決定我們台灣是不是要 決定要獨立 要解職 或者是甚至於 要去國民黨話 我覺得這是 我一直很希望努力 能夠 能夠在我幼身之年 能夠看到的 你說我們台灣這塊保育 認同台灣的人 去公投 到底你是要跟 要不要台灣要獨立 或者統一 就像這幾年 西班牙 或者是蘇格蘭 他們做了這些運動 縱使 縱使那個 像蘇格蘭縱使那個失敗 但是那個過程 對我們來講非常的起勢 非常重要 而且也能夠凸顯 很多的歷史議題 能夠讓這些真相出現 就是說在這個過程當中裡面 很多的這些討論 這些各個面向的一些意見 全部出來 有時候過程還比結果來的重要 是啊 年歷史是如此 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那謝理事長您看法 對 我個人的看法就認為 事實上 我今天在談專心講義 那事實上 我忽略的是一個 所謂的 對於民主價值跟 民主人權價值 不斷地在進步跟浮動的 那十年前的價值 跟十年後 二十年後的價值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個人比較關心的部分是 我認為說 在這個資訊爆發的一個時代 尤其在年輕世代 對於包含剛才的葛睿 他自己 從他的一個成長跟求學經驗 跟我們分享說 他自己對於一個事件的一個 發生出現的時候 他本身會有 他至少會有一個意識到說 我要怎麼樣去思考 去瞭解 進而去有一個獨立思考的一個出發點 那事實上 我認為說 就 這個部分的話 在意識形態的部分 我當然 本身沒有任何的一個 我認為說 去意識形態一定是一個必要的 那包含那些 包含不管是目前存留在目前台灣社會的一些 陸名標示或是一些 威權時代留下來同向的部分 我認為 我認為 政府 那不管是中央的執政者 或是地方的執政者 都有那個義務去做反省 去做反省 去做檢討 而把它去 這個意識形態化 這個東西 就是變成說 你要把 你的一個執政的理念 跟對這個台灣的 未來的一個願景 要讓人民知道 然後 去做這件事情 而且這件事情 不要去 不要讓人民自己用自己的力量去 一個一個去推翻 對 而是你本身要整個的檢討 那這個檢討呢 要配合在地一個本土文化的部分 那事實上 在本土文化的部分 我一直在從節目一開始到現在 我都一直在強調 那事實上 包含柯律師他們 或者是漢苗欽他們 或者是 後來有成立這個 煥昌清的部分 在地的青年 事實上 他們都是什麼 出自於對於這個土地的 一個關心 去參與 然後 才有這個熱情 那這個熱情呢 會讓這個所謂的 民主的一個 每個人民主的教育 跟這個民主的思考 會更加的進步 然後有這樣的參與 跟思考的部分 他對於未來 才會有他的一個畫面出現 那有這個畫面出現之後 他才能夠去 去慢慢的去成熟 那所謂轉型的正義 未來的所謂的一個正義的 內涵跟價值是什麼 所以 李治郎講到一個非常重點 就是說認同之外 過去來講說這個 Generation Gap 在講代購代購 其實我們從去年318 看到現在為止 我們很感謝 甚至 我們很感動 像我們的台灣人權文化協會的 謝喜安理事長 他說其實 我們不是跟他架 他來架我們架 你也知道嗎 就是我們去 去年的時候我包一段 去台北 人山人海 從中校西路一直 那不能進去裡面 我們這邊晃了一整天 那除了感動之外 就是另外 這些年輕人 是什麼樣的力道 有辦法撼動他們 那幾六天在那裡 這絕對不是一個 那個林非凡或是那個 那個 林非凡或是那個 陳 陳委婷 他們這兩位帶動 是這個當然是一個頭 但是有很多的一股力道 把他們串連在一起 所以也讓我們這些 步入中年的人 我想說 我們也是中老在台灣的人 那我就看到兩位 我覺得 日後新興世代的 的一個力道在 台灣要必須靠你們 去串連這些新生態的力量 因為自己在 教那麼多年的書 我自己感受 林卿有一種 莫名其妙的 莫名其妙的 那種失落感 你說的那些認同感不足 所以打人滑手機 這個世代已經都 變成滑手機世代 請教葛瑞跟毅林 那你們看待將來這一條 台灣獨立也好 或是去中國化研發 不管怎麼樣的一個 意識形態的一個轉變 這條路到你們這邊 是不是大波年輕人 有機會像你們這樣的一個覺醒 或是你們怎麼樣 把這樣子的一個認同 上播到其他的團體 我先講 就是 當然我覺得可以分做幾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在 在台灣 我們認同這一塊 其實 認同台灣這一個大概是 已經是 絕大多數人 絕大多數 但是對於台灣主權 意思這一塊 其實我覺得他還是必須要 更普遍性的教育 普遍性 包括謝老 鈺律師剛剛提到 更local更本土化的教育 讓他認同台灣的主權 不是說我只是台灣人 但我出去還是覺得 沒關係 中華民國人也沒關係 還是先透過這樣子 更廣泛更普遍性的一個 教育的傳遞 思考也好 那最後 我也支持 柯律師剛剛有提到 讓全民公投 自己決定自己的未來 你要選擇做台灣人 那還是選擇統一 這東西 這個公投 真的可以決定 這個公投會不會造成風險 萬一有人去創作 或者他要統一 就這樣一半 這樣去 這個會不會 被我們擔心這個狀況 所以公民力量很重要 公民力量很重要 公民力量很重要 那時候2月10號之前的分合 我是覺得是大有可為 想一想應該是對的 應該會罷免過去 結果還差一半 所以你看事實跟認知 還是有差距 所以你要講公投 應該是前面力道要夠到 我覺得他必須經過一定的鋪陳 他不能說 好比說我說 我現在318週年 所以我決定推台灣獨立公投 不可能 但某種程度上 是造成更大的失業 因為大家開始在朝同度 因為大家在那個意識上 並還沒有存在那樣的感覺 所以還必須透過教育的部分 大家更認同台灣主權這一塊 甚至支持台灣成為一個 真正正常的國家 那在轉型正義這一塊 其實我覺得說 轉型正義 我覺得他大概就是 第一個 正是要求整個國家 整個社會上去正視過去發生的歷史 去記取過去歷史所產生的教訓 最後一個就是達到 要彌補社會的一個功用 那這三點 其實我覺得他是最重要的一個功能 那問題是我們現在還沒做到 對 等到整個歷史 等到整個事實被揭露 受害者跟加害者 處在同樣的一個資訊 對等的一個情況 未來的和解 才是我們可以預期的 才比較可能 那在那個情況下 中國意識是不是 還有沒有可能存在 當你看到這麼多真相存在那裡 一個外來的國民黨 進來台灣 侵害台灣本土經營的時候 你還覺得這個 從中國來的國民黨 所以中國的市場就會 推出台灣的導演 台灣人民自己應該就可以 重新的去檢視 他在這個部分的一個想法 所以這是你們的事情 這是你們這些 我覺得這東西就是 要需要更多更多的力量來推動 因為你很難 單單的去期盼一個政黨 或一個政治人物 去處理這樣的一個議題 那你跟各位 我非常認同 但我覺得說 如果因為我自己 我不敢講說 苗青他有沒有 作為一個領頭羊的資格 但如果就我自己來說 好 因為我自己有在做 在地文化的一個事情 那我一直都覺得說 只要是自己的東西 或自己的人 你一定會想要保護他對不對 那假如說我們推展 像現在有很多反鄉青年 不管他反哪個鄉 不管是他 他只要從都市回來 不管他回去哪裡 我覺得從頭開始 你就會覺得 他就像你的孩子一樣 你就會想要保護他 那今天我覺得 你從小就生存在這個地方 你怎麼會希望說 你被一個外來政權給統治 或是說被一個不對的 不公不義的事情給壓榨 然後如果說你說 轉型正義好了 那我覺得 我覺得還是要從教育 從最基本的 修復歷史 修復記憶做起 因為當你的記憶 沒有修正過來的時候 你就永遠都存在 當時的那個狀況 應該是你們那個 阿公阿媽的時代 或者是你們父母親的那個年代 對 因為被國民黨政府的洗腦也好 或者說不要插進地 對 他把那樣東西傳下來 甚至說 像我們的課綱上面 在講的東西 有多少的比例是在講 我們關心的這些事情 沒有啊 那我覺得這種東西 是必須要去修正的 那與其 與其被現在的東西亂幹 我就拱透很重要 所以齁 你要補充 我補充一領 就是 實名歐基上的紀錄片跟抗話 對 都說到一句 你要先愛惜你自己台灣這塊土地 你要愛你周邊的生活 對 你要關心你自己的土地 對 你才有足夠的台灣醫師 大家先關心自己周邊發生的生活 這個土地上發生的事情 你要怎麼友善的去對待它 所以我們接觸到這些朋友 其實很多在台灣醫師上面 其實都是很強烈的 從周邊認識自己的土地環境前 就剛剛克里斯講到的這個環境 對 所以我們今天當然在這個節目當中 談論談到嚴肅意義 不過我從各位的身上也學習到很多 因為尤其年輕人 其實教學相長 有時候我們自己準備的東西 從你們身上學習還更多 那在台灣這塊導體商 現在目前以後最大的希望 不要動不動就講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因為我有時候會跟學生講說 你看 比如說我的手跟我的腳 是我身體部分 我如果拿剛才把他打 你們笑我笑的 因為他是我的身體部分 但是他是我的弟弟 他是我的兒子 他獨立個體的時候 我如果打他殺他 這個是有法律之行為 所以你一定要是一個主體性 像全世界各國都是 這樣子一個主體性出現 怎麼一天到的想要去挖重構 像中國最近的財經小姐 那個中央那個電視台 那個做的那個 窮頂之下 窮頂之下 那個紀錄片 當然或許有一些討論空間 但是他還提到一個 這個土地的保護 這個環境的保護 他也覺醒了 這個力道聽說 最近點選超過一兩億 本來上傳的很多 結果聽說中國大陸怕就對了 又怕一股力道 又把它壓下來 所以說你看 台灣很可惡的地方 是我們可以把任何議題拿出來討論 民主自有可惡的地方 你的議題 任何話題拿出來討論 不會因為這樣而被打壓 所以我覺得說 我們這節目或許有些人在 也要來監督 也沒有關係 也不怕你監督 他只是說希望把公民的議題 給大家來 把它叫做什麼 發向 更多人來參與 很多力量在公民當中參與的時候 形成一個力道 這個力道就變成一個共識 它轉移轉移自然出現 今天我們很非常感謝我們的四位貴賓 提供非常法規意見 下午我們繼續把這個 更進一步的話題 提供給各位想聽 感謝我們各位 今天的來賓的力量 謝謝 謝謝 下次見 提供